备受相亲瞩目期待的幸福花莲兵分吉安第三届友善产业市集 将在9月9号到25号每周五周六周日下午2点到6点 在吉安乡浩克艺术村盛大举行 而三场次共进40个特色摊位 要邀请全国的游客造访吉安乡 放慢脚步细细逛市集听音乐看表演 要一起体验吉安人文的独特魅力 吉安乡公所相当重视扶植原住民产业发展 透过举办原住民特色部落市集 传递在地人文风情 县长徐振卫指出 第三届友善巴拉棒市集 集结吉安乡内极具创意的文创手作友善农产 美味的小吃等 美味的原住民美食 共创地方产业经济效益 花莲年年五颗星 因为有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因为有所有的十三乡政治公所 县市的乡镇市首长 以及代表会村里长 我想大家心挑心 今天正位特别在树山交代 特别从卓西赶回来 卓西今天正好是我们的婴儿季 所以到婴儿季 婴儿季 婴儿季 我们十平部落 今年有十二个小baby 所以去给他们祝福 给他们挂上一个 跟着他们一辈子的一个平安的项链 我想每一个族群 都有它的深远的文化 我们跟着我们族人的长辈 以及仙人的脚步 一步一步往上走 其实就可以跟我们的仙人 一起互相的呼应 以及感应到我们要如何保护 保护我们自己的文化传承 期盼能够透过特色市集 与在地业者开拓行销通路 让全国乡亲深入了解 原住民文化之美 进而带动地方繁荣经济发展 记者林姐吉安香采访发导